怎麼還輪得到你台灣人呢? 怎麼還輪得到你呢? 我覺得這就是騙人的 自己的優勢真的有這麼大嗎? 我去了柬埔寨,我就可以拿到這麼多的薪水嗎? 六、七萬的薪水嗎? 我跟你說,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來說說 我出生的國家,緬甸 那在說緬甸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先說一說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在台灣的各大媒體上 爭先報導的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柬埔寨詐騙的這件事情 那在柬埔寨的很多詐騙集團呢 他們利用一個所謂的高薪的一份工作 來詐騙,就是來誘騙台灣的一些年輕人去柬埔寨工作 如果當然你是用一個正規的渠道 也有正規的公司邀請你去柬埔寨工作 那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很不幸的被詐騙集團 詐騙到柬埔寨的時候 基本上你很難有一些 你很難再重獲自由 那你重獲 但基本上你想要重獲自由 詐騙集團會給你開出三個條件 讓你重獲自由 那第一個條件呢 就是你要為詐騙集團工作 並達到他們要求你的業績 那你為什麼要為詐騙集團工作呢 因為你當初去柬埔寨的所有的機票錢 你做頭等艙的機票錢 飯店錢 所有的吃住 只要他們有付過你的錢 你都要加倍還給他們 都要以高利貸的方式還給他們 他們會設置一個很高額的業績 讓你達到那個業績 如果你可以完成那個業績的話 理論上你可以重獲自由 那那個業績呢 也是經過他們詐騙集團設計過的 那個業績是高得嚇人 根本達不到 那第二點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誘騙更多人去柬埔寨工作 換取你個人的自由 比如說他們 如果你想要獲得自由 你就要再去騙10到15人 他們會給你一個數字 他們會給你一個人數 就是你有騙到那個人數 請他們過來柬埔寨工作 那你就可以獲得自由 這是第二點 那有些人呢 他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他真的去誘拐他身邊的朋友 親戚甚至家人過來柬埔寨工作 那到最後他們有沒有放人 這都是完全看 完全看 就算你真的做到了 但他們要不要放你自由 這也是完全看詐騙集團的心情 來決定要不要放走你 那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請你的家屬 請你的家屬付贖金 來贖你 重獲自由 那這三點 是詐騙集團 是詐騙集團開出來的條件 讓你重獲自由的條件 但是這三點即便你達到了 要不要放人 就像我剛剛說的 全部都是看他們的心情 他們想放就放 不想放就不放 當你這三個點 都做不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 詐騙集團就會覺得 你是一個沒有用的 沒有一個利用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們就會到處轉賣 會轉賣給第二個老闆 第三個老闆 第四個老闆 重複轉賣 每轉賣一次呢 你都會被毆打 虐待 甚至如果是女生 有恨打技術會被性侵 當你被賣到第四輪 第五輪的時候 柬埔寨這邊的詐騙集團 覺得你這個人已經毫無價值了 他們最後呢 當他們覺得你沒有價值的時候 他們最後就會把你賣到 緬甸這個地方 如果你被賣到緬甸的話 你的情況將會比 在柬埔寨的時候 要來得糟糕很多 你的處境也會比 在柬埔寨的時候危險很多 因為據我所知 你會被賣到 緬甸的KK園區 那這個KK園區呢 也是專門做詐騙的一個 另外一個緬甸的園區 那它位於 就是它位於泰緬邊界 一個叫 苗文迪的一個地方 那苗文迪這個地方 它並不屬於 就是它並沒有政府 來接管這個地方 因為緬甸這個國家 它雖然檯面上 有一個政府在管理這個國家 但是這個政府呢 並沒有能力去去控制緬甸 六十七萬平方公里 國土的每一個角落 緬甸呢 又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 那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武裝 各個民族各大民族都有自己的武裝力量 那這些武裝 民族武裝 他們都不聽從於緬甸政府 在緬甸各個軍方各自為王的情況呢 非常盛行 那KK園區所在地 也就是苗文迪這個城市呢 它就是屬於這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苗文迪這個地方 呃 它的狀況呢 比柬埔寨要糟糕很多 危險很多 柬埔寨 如果 柬埔寨當地的省長或官員願意救你 還是可以把你救出來 或者是其他的國際組織 救援組織 想要把你救出來 我們先不說機率大不大 但總是有機率 總是有希望 可以把你救出來 但是在苗文迪 緬甸苗文迪那個地方呢 連緬甸自己的國防軍 自己的軍隊 都進不去 苗文迪這塊城市 這個城市都進不去 呃 前幾天 我有看到 緬甸的新聞 就是緬甸軍隊 呃 有派 一些有派軍隊 去苗文迪去解救人 但是 那些 緬甸軍 既然被 叛軍給 打跑了 那些緬甸軍 根本就進不去 苗文迪這個地方 他們根本也打不贏 當地的武裝分子 你看 像這樣的一個地方 你覺得 你覺得 還有誰會來救你 今天 緬甸政府也沒辦法救你 那話又說回來 那為什麼 這些在柬埔寨 沒有利用價值的這一群人 呃 會被賣到緬甸 然後緬甸的 KK園區的 詐騙集團的首腦 也願意買這些 沒有利用價值的人 來緬甸呢 因為 KK園區 這邊 他已經掌握了 人體器官 買賣的渠道 所以他 今天 他只要你這個人 他只要你這個人 身上的器官而已 他 你這個人有沒有其他的利用價值 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只要你身上的器官而已 那有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自己去想想說 欸自己 自己的優勢真的有這麼大嗎 我只是會講中文 我只是會讀中文而已 我去到柬埔寨 我就可以拿到這麼多的薪水嗎 六七萬的薪水嗎 我跟你說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像 那 在柬埔寨或者是緬甸 有很多像我一樣的華人 當地的華人 當地的華人 既會說當地的語言 也會中文 那如果這是真的 那這些機會 早就給緬甸華人 柬埔寨華人 給拿走了 怎麼還輪得到你台灣人呢 怎麼還輪得到你呢 我覺得是 這就是騙人的 所以 最後呢 我還是勸 所有的台灣人 真的不要再相信那些 所謂的高薪的薪水 去柬埔寨 去緬甸這樣的國家 去上班的 也要檢視一下他們 所提供的 呃 植物內容是什麼 如果那個植物內容 呃 根本就是很輕鬆的一件事情 他可能說 你就是去上面 呃 當個電話客服啊 或者是打打字啊 這樣的一種工作內容 讓你拿到六七萬的薪水 他絕對 這個內容絕對是騙人的 所以請各位台灣人 台灣的年輕人們 就不要再相信了 也好好珍惜 呃 台灣人的這個身份 其實台灣人真的還蠻幸福的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好